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欢迎收听竹窗随笔 妙喜禅师说 参禅的人如果能够道出甘史诀这样含有禅机的话 那么类似拒解称锤、麻三经、狗子佛性等话头 当然也都可以说得出来 既然不可以只是会说而已 那就必须要有真餐实物才能得到 反而言之 你如果确实得物 为人师者却故意加以否定 这位老师也会招致不清的因果 修禅的人应当切记妙喜禅师这段话 不可耍弄口头三昧 而要勿求实物才行 今天的竹窗随笔就讲述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听 我们下期再会